新宇航空因为日本成田机场侧风太强 被迫转降民谷屋导致严重的延误事件 这两天可以说是沸沸扬扬 而日本网友也上传了当天在成田机场 其实不只是新宇 还包括了捷星 乐陶 华航等班机 都是快要接近跑道的时候 突然风切过大 不得不执行重飞 而后续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亲自赴日本把飞机开回来 到了台湾之后呢 他却对着镜头说他整晚没睡 那么对此民航局现在要调查 张国伟是否有超时 或者是疲劳驾驶的情况 就是这一句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七号一早把飞机从日本开回台湾 却意外爆出自己整晚没睡还开飞机 是否超时或疲劳驾驶 现在也被民航局关切 是不是有违反这个规定 就民航局他们来做一些调查 现在民航局要调查的是张国伟 接机回台的前一趟任务 执勤时间有多长和回台这趟执勤的时数 以及中间的休息时数是否足够 你在飞行之前不可以再有其他的飞行任务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模拟机训练 他自己个人董事长民意过去做这样的事情 他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执勤的时候 那我觉得应该请民航局去做一个事宜 另外新宇客机检修的原因 以及机上有乘客形容说 班机遇到侧风时 飞机摇晃道要翻了 民航局也将针对这点进一步了解 而且是当天不止新宇航空 因为侧风问题一度无法降落成天机场 日本又民众拍到其他航空 包括捷新航空准备降落时 因为机身过于颠簸 立刻拉高机比重飞 华航也被拍到降落前一刻 一阵猛烈的侧风 让他不得不执行重飞 后续还有好多架班机也都降落失败 只是新宇受影响的不只是日本航线 连美国航线的旅客都遭受到波及 那时候还不觉得会取消 我有看到说东京那个问题 可是我没想到他们只有三架这个大飞机 今年底新宇航空计划再开旧金山航线 届时调度会不会更吃紧 专家及主管机关都呼吁要更加神圣评估 我记转上的报道